来来来 吃点消忆的 庄董说你还喜欢我 是真的吗 可是不太可能啊 你要是真的还喜欢我 为什么常常对我凶巴巴的呢 到底是怎样啊 如果你还是真的对我好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呢 你真的是我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女吗 但是我为什么对你没有什么feel呢 不过我们之间也的确有太多事情 都太巧了 又好像真的有宿命 我们真的会结婚吗 有宵夜 谁买的 石经理的外套 一定是石经理 还带一下要给人吃呢 经理 经理 早 起来吃虾呀 你不回来了 没有 好像是石经理带来的 你怎么知道石经理带来的 那个不是她的外套吗 平安打 你其实呢 这个石经理这个动作呢 叫做认错 她知道啊 是她害我们 必须要加班到这么晚 然后小命一下 就要继续挑战夜战 所以她才帮我盖的吧 哎呦 反正你跟石经理 你们两个是命中注定嘛 有缘分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说 她对我还有遐想哦 我跟她的爱 已经是过去时了 你坐下 坐下 石像夜嘛 来来来 谢谢 其实啊 经理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宿命这种事情啊 因为我觉得 谈恋爱应该是要轰轰烈烈的 这样子老的时候啊 才会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回忆 纯粹为了宿命这种事情 结婚 不会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 会有遗憾吗 也对啦 那 那你现在啊 对Sheroku有什么感觉 她有给你你想要的那种感觉吗 哎呀 我跟石经理根本都不熟 怎么还有什么感觉呢 不过她人上也不错啦 但是 即使我们真的有姻缘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有一段 轰烈的恋爱 才有可能结婚 绝对不可能为了宿命这种事情 就结婚的啦 所以啊 经理 你问我这个事情 太早了 哦 哎 人家里有事 在外面很高 谢谢 你看 她对史维克有好感 她是有盘色有步骤的嘛 宿命不够 还想要呼呼厉厉厉厉恋爱 那她就是带着史维克的主动追求 然后他们就 哦 这样我还有希望吗 哎 诶 经理经理 我想到这个广告要怎么拍了 伊娃 嗯 你不是去买宵夜吗 你怎么两手空空的回来啊 哎呦 就我边走边想这个广告要怎么拍啊 然后就走得很慢很慢 然后一想到就立刻冲回来了 所以就什么都没忙咯 还好时机里有帮我们带宵夜 你过来坐吧 一边坐一边讲 嗯 你刚刚说什么 你也喜欢什么idea 哦 对了对了 就是啊 我想到了啊 在一间布置的非常非常甜蜜 而且浪漫的礼堂里面 然后呢 弥漫着轻柔雍扬的音乐声 一对新人呢 走在红低毯上 慢慢地走向牧师 当这一对新人 助力在牧师的面前 听牧师念完了结婚式词 问新娘子说 无论是老病死 贫穷富贵 快乐悲伤 你都愿意 在你的忧生之年 爱她 尊重她 当她的妻子 与她一起生活吗 当新娘子深情款款地 看着新郎的时候 突然间她 就 原来新娘感冒了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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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重要的时候 怎么新娘子可以感冒呢 对不对 好 赶快讲 后来呢 后来呢 新郎就拿出一瓶 黑狗感冒糖浆 对着新娘子说 你感冒 说快要喝黑狗感冒糖浆 接下来新娘子一喝感冒就好了 她立刻大声地说 亲爱的 我愿意嫁给你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表现 我这个妖子很厉害 这个叫药道病除 对不对 对 李董 那我为了加深这个 观众的对我们产品的印象 余师傅还有这么一段 好 接下来牧师就上前拍拍新郎 赞赏地说 哇 新娘官 你好厉害 你真是最厉害的 山顶的黑狗兄 赞 赞… 山顶的黑狗兄 好 这一句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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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听一下 你对我们要对你拍的公告 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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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好 这样就给你们做 最好我们这一间公告 要快拍拍的 最好 后星期 我就希望你电视上面 看到我的公告 有这一间公告 我会有 一定会得咳咳咳咳 李董 这一份是我们预定要请来 演这次广告这明星的资料 好 好 这我都没 这都没 我跟大家故意说一下 我这个人是有权子的 我的权子和一般的人都不一样 我如果这一间公告叫这个明星来演 这不够亲和你 因为不够老公 我希望我们的男女主角最好就参加这个 参加这个 参加大的我们家里头部的那种 大家 所以 这样消费者会有 感觉 感觉 来 李董 我知道你想要有那个感觉 但是 像你这么说的话 你想要找的那个 拍广告的人物 我们应该往哪一方面去找呢 这有 哇 喂 石金黎 欸 石金黎 你上星期的赤字还有没有 你演一只狗 在那 唷唷唷 呀对吧 狗在吹狗里好像看着鬼 那家公告不好 那不过你演了不好 欸 所以这些公告 你来演 你來 我演喔 好耶 經理 你快要想到 大虎大子的滋味了耶 是 大妹 這有我空間的 我有... 師兄妹 既然你懂得屬於你 我看你就配合演出 配合演出 是... 轉來快點 你打呢 新娘子咧 這個... 這個新娘子咧 啊 黃經理